社会上打拼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很辛苦 那你这样讲话的 就是说我自己赚的钱 我自己花有问题吗 你觉得好像很正常 那我告诉你 为什么他会不舒服 这个男生为什么会不舒服 没有问题啊 但是我赚的钱 我不能自己花 为什么 我还要养家 社会上对一个男人的 一个期待是不一样的 我要养家活口 所以我每一次 我也都要压抑 克制我自己的欲望 我不能把这个钱 这样的尽情的花 所以你讲这个话 其实不是你赚钱多了不起 是你这个事情 让对照起来 让别人是很不舒服的 那我还回来 还要这样怼我 所以其实你们想买什么 就自己偷偷地买 买完就算了 不要在人家的面前 讲这个话 这个男人在外面 被老板同事骂什么的 他都吞了 可是你不知道吗 在婚姻里面就是很奇怪 就是来自另外一半的 一点点的委屈 都会放大 如果你到现在 这段话是让我们 最舒服的一段 对 对 对 哈哈哈哈